大家好,我叫凯里克,来自巴基斯坦,2020年我来到年生大学,共读博士学位,在这里书法、简直、钻科等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,让我开始了解并喜欢上海中国文化。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书法,在中国有许多书法名家民作,如王兮兹的《蓝天积蓄》、赵梦福的《出示表》等等,除了历史的经典制作,新国潮也是当时书法自己发展的热点。今天我来给分享一下华语书法的故事。 2021年是因为我第一次走进传统文化工作坊《三域书法体验活动》。 这次活动中,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不同的书法风格和书法界人士,在深圳中书法之美的同时,更好地了解书法背后的文化。 第一次接触书法被完全呈测在《临摹书法》的过程中。 值得一提的是,老师称赞我说,这个来自巴基斯坦的卡里克是《临摹高手》。 无论是我比的指示还是临摹的字体都有中国书法的感觉。 自此,在老师的鼓励与教导之下,我与书法结怨。 作为奈华留学生,这种文化体验活动不仅提高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,也激发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。 在学书法的过程中,我发现国朝自体组建成为新时代的一种方向。 那么,什么是国朝自体呢? 简单来说,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变化。 比如说,三纸,破墨体,汉衣言,凯体等既具备现代个性,又具有传统。 这些字体不仅被用在日常的数学之中,而且还与包装、礼合、服饰、广告等现代元素结合碰撞。 用现代时尚展现出传统文化的底蕴。 书法讲求的是分骨、气韵、一片以南之间进行中华美学思想。 对国朝网友自己的理解与创作灵感。 在与老师学习沟通之中,发现其与太极同源一流。一文一五。 因此将太极元素融入到书法潮流之中,在文物之间感受中华文化的源源与博大。 我爱国潮。 我们的吉尼达先生们好好的。 I am China Sheet.